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筑业以及工业 那工业它是为了人类行为进行开采或者对物质加工 进而提供任何人类所需物质的一个行业 在工业的开采还有加工过程中呢 会使用大量的化石能源还有电力 从而导致40%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实际上我们所熟知的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的工业革命的本质呢 其实也是能源转换的革命 无论是蒸汽电气还是后来的这个石油的能源 它都属于化石能源 我们在巴黎气候协定中所说的将温升温控制在两度以内呢 这的比较也是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气候温度来相比 那么假如你想了解更多工业会导致的气候变化的后果呢 请查看其他卡片的视频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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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